大家好,我是福音县赛马场,主持人李亮亮 今天在我们福音县赛马场举办了一个全江的比赛 参加的大多数都是咱们哈萨克族的农牧民朋友 我相信哈萨克农牧民是一个游牧民族 应该是一个很热爱环境的 但是恰恰相反 今天比赛完以后 整个场地啊 脏乱垃圾到处乱扔 让我难以接受 我给大家看一下哈 这个是什么样的 哎,素质是一个好东西 可惜啊,有些人就是没有 就这个样子 这些呢只是我们场区现在这个就是第一天比赛结束 还有一个冰山一角 还有很多地方都是这种情况 垃圾到处乱扔 各种饮料瓶 各种奶茶瓶 还有塑料袋 是这个 加入来 在这里 开始 还是 好